今天是西藏抗暴64周年的日子 有当年多达120万人死于那一场浩劫 当我们每一次讲到西藏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活佛 想到不可思议的转世 咱今天社长来到节目当中 要来告诉大家 在那一片神秘的土地上 居然存在一个可以比肩亚特兰提斯 象熊古文明 它怎么出现的 怎么消失的 到现在都是巨大的谜团 而更让人好奇的是 它也留下了巨大的大藏经 满满的黑科技 居然跟后来中国近期 极其直追发展的太空科技 息息相关 对 这样 习近平在2003的时候 其实有讲过一句话 说西藏这个地方 我们中国科学院 一定要跨越地域好好去研究 这样一个地方 它将来对我们的太空科技 或者其他医学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讲了以后 中科院就进驻西藏 派了一个团队进驻西藏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叫蜘蛛山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寺庙叫蜘蛛寺 是团队进驻在里面 开始研究 到2013有了一些成果出来 让我讲他们为什么突然间这么重视西藏 因为西藏在一百多年前其实有出土了一些古代的 我们讲说古代的文物 尤其是像你看这些是断片石片 石片还有木材的一些雕刻 还有呢像这种古代的这种向雄文字写的书 金书 那大家以为讲那这些文字如果把它破育出来 那大概也就是历史史书曾经在这边出现过一个神秘王朝 了不起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这个书在1922的时候 美国率先进来研究 说这感觉不像是这样子 这么多一千多部啊 那是多大的一本一部金书 佛金有需要到一千多部吗 花这么大精神 一千多部的这种书 好美国研究1922 1928俄国也进来了 先进国家来 列强都进来了 有猫腻 是 美国俄国管理什么中国古代一个民族一个历史干什么 就开始研究 研究到1968 1966化国先进来 1968丹麦加进来 丹麦的一个语言学家天才 他去破育了所有的向雄文字 太好了 到这个时候全部都解锁了 对 解锁 但不解锁还好 一解锁震惊世人 里面是什么内容 这部向雄大藏经 他们说向雄大藏经 他其实不是一本我们讲的宗教书籍 他其实是一个科技档案 所以后来就开始破解这个向雄文字 破解了以后 破解了以后 他们首先发现一句话 他里面提到说向雄大藏经里面提到说 我们的先知曾经告诉我们 未来人类将会飞上青天 而飞上青天以后 他们会用我们大藏经里面提到的两种藏药 西藏药 藏药 一种叫红锦天 我们知道这红锦天在康熙真 跟总科尔的时候 有给部队吃的红锦天 这个红锦天 我们是对抗那个含养不足的高山症 对 还有这个营养货两种 两种 那我们看 这是议员吗 有准吗 有准吗 准 你看2008 这是2008 神舟七号 中国的神舟七号太空人 回来地球以后 下来啊 神采奕奕 人从太空舱笑咪咪的走出来 这有什么了不起 了不起 因为你看另外这一张 这张是美国的那个太空船 回来有下地上 人是要 太空人出来太空舱的时候 是要两个人残扶 有的他甚至要坐轮椅 对 因为你在那个狭小的密闭的空间里面 久了有所谓的空间运动证 那我好奇 你现在看到的这段画面 那中国太空人 他如何可以神采奕奕地走出来 跟大家挥手 为什么精神这么饱满 对 这就是大仗坚厉害的利用 大仗坚在这么多年前 他已经 我们讲说有时候是预言 但他不像是预言 因为他说人类飞上千天 是真的啊 太空船 他讲的最具体的是说 他们必须会用到藏药 红锦天跟银洋货 这两种 那后来研究说 中国的这种神舟七号太空人 为什么可以这么神采奕地走出来 因为他们在太空飞行途中 是 有吃的这种小药丸 这种小药丸 就是用红锦天跟银洋货 两种主要的西藏药材 加上十几种中药 对 下去配合而成 包括你刚才讲的 血氧 血压 所有身体的一些空间运动证 全部消失 他以前大藏金提到这个 所以看到这句话 又印证到这种太空科技里面 大家讲 这本书里面一定有猫力 这个就是现在保留的西藏的 这个象雄大藏金 这个多事 这个多事 所以我们讲说 好 那我们要看 他真的这么神秘 有人说因为这个民主 他不像中国少数民主 可以研究 这边西夏是党项人 契丹 那个辽国契丹人 有什么民族 什么民族 苗族 羌族 很清楚 这个种族从 没有办法去研究 他到底从哪里来 可是你照理 民族或一个王朝的成立 要先有人 人要能移动 移动就是一个连贯性的系统 你都可以往前去溯源 他没办法 所以有人说他 又可以这么厉害 几千年 你又超越现在 科学跟医学的那种领域 所以叫他们叫神族 一般人 对 所以他们的文字 其实被形容叫什么 象雄文字 也不叫象雄文字 叫天降文 天上降下来的文 天降文 因为里面的东西太神秘 太科技化了 我们说象雄大藏金 在医学的部分 他多厉害 他里面记载 记载的一个图 图片 这个图片是什么 你如果仔细看 他一个圆签 一个圆签 有没有 这么一个小婴孩 慢慢慢慢 到后来变成成成人 这是什么 胚胎图 人类的胚胎图 这个几千年前 他怎么会知道 你没有超音波 没有解剖血的存在 如何知道这种胚胎 他胚胎化得很清楚 从一个卵子 金子 一个卵子 结合慢慢研究 慢慢成型 胚胎 他每个过程 几个月 几个月 甚至两个礼拜 他都很清楚 一直演化到成人 的一个人型 胚胎图 就震撼了 第二个 他有把人类的这种 所谓我们身体的这种 器官五脏六腑 存在的位置 相对应的位置 骨骼 弄得清清楚楚 解剖血 这个可不可思议了 对解剖血 你有X光吗 对 你有解剖的技术吗 你知道 这个东西 我们想至少是2500年前 有人考记了 这个我不谈这种古名 有人考记说 他木片做碳子式测定 是18000年前 那更不可能 那真的是神主 那真的是神主 那这种五脏六腑的 所在确确的位置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什么时候才开始有 宋朝 他至少领先的宋朝 将近1500年 怎么这么一个偏眼地方 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这第二个 第三个 他里面还记载 向雄大当心记载 他说在6000年前 6000年前 他们的先知 帮人动外科手术 现在讲外科手术 外科手术 中国是在什么 东汉华佗的三国华佗 然后那个 关公刮骨疗伤 对 对 华佗的时候 华佗大概现在 也差不多1900年而已 对 他6000年前 外科手术 他里面记载得很清楚 现在也医学证明 真的是可以这样 他说这个人体的这种 切开的外科手术以后 要缝合 是 缝合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动物的所谓 筋或洋肠 洋肠线 那不就是现在用的吗 对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但是他6000年前 提出这样的一种讲话 说他们外科手术 已经动用中 所以他们在伤口 议合的时候 这种线不必拆线 写得非常清楚 很具体 所以不必拆线 然后他会慢慢融合 跟皮肤融合在一起 现在外科手术 就这样子 这真的是神族 对 那第三点 他们我们讲说科技出了医学以外 还有一个 一个是他们在采矿 采金矿 在考古出土里面 他也确实有这种金面具的一个出土 有点三星堆的感觉 有点三星堆的感觉 那他们写说 这种 他们好像有一种神通能力 所以叫神族 也不可思议 他们采矿是什么 找金矿怎么找 用这种所谓的黄金蚂蚁 一个很大 因为蚂蚁 以前的这种蚂蚁 大得像老鼠兔子一样大 那这种蚂蚁 它会去找 找这种金矿出来 他们跟踪这个蚂蚁去 就对了 就跟我们去找松露一样的概念 对 所以很神奇的一个民族 这是他们科技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再讲 刚才讲医学 所谓的临床医学院 它有药理 药刚才讲的红颈天 对 药 药的部分他们提出一个非常惊人的 在世界古文明里面 存在水银的研究 包括哪里 玛雅 玛雅以前我在电视上也讲过 玛雅对水银的研究有超人 有超越现在科学所理解的部分 是 那西藏也有研究水银 研究水银是这样 他们用水银提炼 水银有毒 可是毒跟药也常常是一线间 他们把水银入药 把水银入药 怎么做呢 他们把那个水银在华氏25度到40度之间的一个低温 用火去炒 用锅子去炒 是 翻炒 翻炒大概两天以后 水银会结成樱块 樱块 然后呢 这些以前的橡雄 荒草的人 他会用那个羊皮 羊皮把这个水银樱块夹在中间 用力搓 搓 搓它的目的 48小时 会软化 水银会软化 因为炒起来很硬 会软化 软化以后再把它磨成粉 磨成粉 那这个磨成粉 这个水银磨成粉 现在中国的那种科学后来 其实已经用中药 已经研究出来 就是用这种水银 然后加上它里面 大藏间里面提到了很多动物的 矿物的植物的一些 那个材料 加进这个水银下去翻炒 翻炒大概要40天 40天以后 它会形成这种黑色的粉末 这个是来治什么 对人体什么关节 心脏疾病 血管的 乱七八糟 一堆什么疾病 它都会有 包括肿瘤 都可以治 所以现在中国中医部分 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录了 那证明说 证明说象雄大藏间所说的东西 的确超越当时的一种时代的科技 那所以说 它是一个神秘的一个大藏间 邀请您 一起加入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哇 真 像 您的一个神秘的一个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